秀林香公所举办春之送活动 农产品的推广活动迈入第15年了 每年4到6月份是丰收的时节 4月11号开始在和平打卡市集 泰鲁阁交易站旁还有花莲火车站 以及浩克文化皇场4个地方 每个星期五六日秀林香的乡亲 都会在现场销售当季的农特产品 秀林香公所办理春之送活动农特产品推广 4月11号正式展开 并且在花莲4个地方进行展售 包括和平打卡市集 泰鲁阁交易站旁 花莲火车站和吉安浩克文化广场4个地方 并且在每个星期五六日3天进行展售 农民们也大方介绍自己的农特产品 这是我种的有机鹿桥最夯的农产品 这些都是田泥拔的红泥 现在是采收起 还有姜黄 红姜黄 吃的会很安心哦 因为我们这都是有机认证的 最可爱的南瓜 就是要感谢我们秀林香公所 每一年的春之送的活动 都爱戴我们这些农民 帮我们促销 现在有200块可以折50块的键哦 我们今天在花莲火车站展示我们的农特产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走有机的路线了 我现在目前是有机转型验证中 目前我有脱壳红泥 250克的卖250块 也有带壳的300克也是卖250块 我们也有做精致的茶包 都请有居家工厂前草堂 帮我们制作的茶包 还有小洋葱 这个都是季节限定哦 卖完也就等明年了哦 还有马告 我的马告是烘干的 而且这一批全部都野生的哦 卖完也是等我们下一次的收成 还有现在季节限定的树豆 有黄色的树豆 也有黑色的树豆 新闻下长我们可以表示 这是办事的部落农化产品 有德牧南贵族笋 峡谷剑笋 黄金秘鼠 养生红梨 山苏 姜黄 树豆 鹿桥 以及山江等部落农乐产品 期待全国民众用行动 支持原乡农乐产品 无法清理现场民众 也可以利用网络订购的方式 选购安心的食品 记得节奏 欢迎收看